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奇故事 疑似车祸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 明察秋毫 这是形容一个人能够洞察一切 眼力好到可以看清极其细小的事物 对于警方来讲 有的时候还真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真相往往就隐藏在非常不起眼的细节里 来说我们今天这个事 那是2019年12月9号的晚上 福建省周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接到了个报警电话 打电话来的是个老人 说我孙子小涛很可能是被人撞了 麻烦你们赶紧过来看看 这边就是小涛的奶奶 已经83了 当面对警察的询问的时候 他的回答依然是很含糊 他问他奶奶 他奶奶也是说 他不知道 他不能确定 好像是被扯碰 听这话 警察也很疑惑 好像是被扯撞了 为什么是好像 说到这个 小涛奶奶也是一脸的心痛和懊悔 说这都得怪贪一时大意 小涛奶奶说 他们家是住在周宁县的一个村里头 正好就在一条公路边上 在他们家旁边70米的地方 有一片空地 那天下午两点多钟 他带着孙子在那玩 中途他想上个厕所 就让孙子一个人在这待着 可是没过一会儿 他就听见外头传来了 孙子的大哭声 听见了你就往那边跑 老人当时吓坏了 他看到孙子小涛一边哭一边往家跑 脸上还流着血 老人赶紧把孙子抱回了家 他并不知道是怎么了 所以就赶紧联系家人 那这位呢是老人的外孙女 在距离家不远的这个镇上工作 听说小涛受伤了 马上就赶了过来 起初乍一看呢 他还以为是这个孩子顽皮自个儿弄 有人当把孩子送到医院 医生的内话呀 却着实把他们给吓了一跳 鼻腔 口腔 耳朵都有血 你面部操伤的话很厉害 我们当时还以为这孩子可能会溶掉 这伤势显然不简单 医生立刻对小涛面部的伤进行了治疗 并且为他拍摄了全身的CT 果然小涛伤得很重 尤其是头部 我发现他的颅骨 多发骨折 整骨有一个很明显的骨折 然后这是整骨 我们后脑的骨折 然后这是鼻骨的骨折 这里外面的额部的骨折 前额的骨折 这就是眼眶 眶珠的骨折 整个人懂得面目全非的一个孩子 这么多处骨折 听着都记不清 说实话 当时看到小涛的这个伤势呢 医生也是很惊讶 才三岁的孩子 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啊 而当他看到小涛的这个骗子 他们却很怀疑 这小涛真的是衰成这样的吗 一般我们高速坠落伤的话 孩子的话 一般就是说 总有一个地方 是首先一个着地点 但是从他的身上看起来 没有明显的一个 就是受伤最严重的一个着地点 所以医生就提出来了 说不会是被车撞的 一听这话 小涛的家人也很惊讶 因为事发的时候 他们不在身边 没法确定 他们也是抱着不确定的态度 报了警 希望警方能够帮他们查出真相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可这下的警方又有疑问了 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虽然头部有多处骨折 但好在小涛的这个意识呢 一直是清醒的 他已经三岁了 正常来讲 这个年纪的孩子 应该有点基本的表达能力了 他是怎么受的伤 是不是被车撞的 他应该知道啊 可是这一问吧 情况就让人意外 我们当时就问他 就说 这个你是自己摔倒的 还是你被其他车辆碰伤的 他就啊 原来小涛的情况有点特殊 小涛的父亲是个聋哑人 母亲呢 有一定的精神障碍 所以他在语言能力上的这个发育 比同龄的孩子晚了很多 这就难办了 小涛自个儿不能说 其他人也都说不清楚 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 有人可能会讲了 那到现场去干干 如果是车祸 以小涛受的这个伤的严重程度 现场一定会有刹车的痕迹 或者是一些这个汽车上 散落的物件什么的 警方当时也这么想 当天晚上他们就赶到了现场 可是情况呢 有点意外 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 地上就是存在着几滩血了 这边还有一点血迹 拉一下就好 血迹把它拉过来 在现场 警方的确发现了不少的血迹 甚至还有一排 看起来是在跑动过程当中 滴落的血迹 这个血迹是有往着 小孩子的家那边去延伸的 也符合他奶奶当时讲的这种情况 他听到这孩子哭声的时候 小孩子往他家的方向跑去的 地上也就流了这个血 可是蹊跷的是 除了血迹之外 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 一丝有关车祸的痕迹 也没闪落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没底的 就认为说 摔倒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不过因为当时已经是深夜了 警方觉得呢 就打个手电筒 不一定看得清楚 他们决定第二天白天再来看看 说不定会有更多的线索 可奇怪的是 第二天他们再来检查呀 这情况还是一样 除了血迹什么都没有 那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受的伤呢 周围会不会有人 恰好目击了事发过程 警察打听了一下 这块空地旁边呢 是一家废弃的兰花种植基地 目前呢是被当作仓库使用的 平常呢也有一些工人在干活 可是大家都表示不清楚 刚开始都不知道 是听到哭声了 然后我们就听到他外婆在那里叫 然后我们就才出来 没有目击者 那会不会有公共视频拍照呢 一查 离这里几十米开外 小涛家的对面倒是有个摄像头 警方呢调取了那里的画面 还真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画面显示就在2点18分 老人呢确实从家里跑出来过 83岁的老人跑得不快 但是是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警方判断事故呢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离案件这个破案呢 又进了一步 至少我可以确定案发时间 是啊 确定了具体的案发时间 只要看看这段时间 有没有可疑的车辆 不就有线索了 起码可以排除小涛伤的那么重 到底是不是被车装了 然而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接下来照这个思路 他们不仅没有查明真相 反而疑团更加的孤独迷离了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 按时间推算 警方锁定了17辆嫌疑车辆 尤其是一辆黑色小轿车 嫌疑很大 其中有一部这个北京现代的一部黑色小车 它有两次途径 这个事故见他 两次 一个零八分五十七秒 还有一次是十九分 事故大概是发生在下午两点十八分左右 这辆车呢 是在下午两点十九分通过这里 时间高度吻合 他们马上就找来了这辆车的司机 是个年轻女子 面对询问嘛 他倒是很快承认 那天下午呢 确实去过兰花种植基地办事 那是不是就是他撞着小涛了呢 你那天你上去的时候 是否有碰撞到这个小孩子 没有 那你倒车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你的车辆 有跟这个小孩子碰撞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能确定 因为我有发现他了 因为他动了 女子否认撞到了小涛 而回忆起当天的经历呢 他是一阵后怕的样子 据他说呀 那天下午 他是去过兰花种植基地办事的 并且把车子停在了事发的那片空地上 下午两点十九分 他准备开车离开 所以对这个时间他特别清楚 因为临走的时候 他停下来打了个电话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发现车在后边 好像有个东西 他在那躺着一动不动的当时 我以为是一个瓦窝 然后他动了一下 所以我吓了一跳 所以意见挺深刻的 然后当时你过去的时候 他那个小孩子的状态是怎样 就很正常的 没有受其他什么 身上没有其他伤的 没有 一听这话警察就觉得不对劲 根据这名女子的说法 两点十九分 他发现小涛在他的车子后边玩 那个时候他人还是好好的 没有受伤 可是之前小涛家对面的监控显示的很清楚 两点十八分 小涛的奶奶跑出来了 那个时候小涛应该已经出事了呀 当然就有疑惑了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监控里面画面那就有假 怎么有假 那时间就得有假 如果监控时间是真的 那我们就来反映这个 这个驾驶员就可能在说话 可是一看警察一连都不相信 那名女子赶紧就说 警察同志我真没说话 不信你可以查我的通话记录 把这个电话的通话记录 一定给我们看了以后 而且她的眼神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我们在对视 在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不会漂浮不定的 或者有任何的闪烁 想逃避什么都没有 难道她真的没有撒谎 可这就没法解释了 难不成那公共视频有问题 还别说 一查呀 还真发现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 原来我们这个调出来的监控 那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是比北京时间正确的时间 是早了九分钟 所以我们这个整之前 所有的排查的时间的范围就错了 这么看来 那名女司机确实没说谎 辛苦调查了一番 因为这九分钟的误差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白费功夫了 可就在警方为案情调查 不顺利发愁的时候 一件让他们 更加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怎么呢 原来小涛受伤之后的第二天 这件事就在他们这个 不大的县城里头 迅速传开了 并且产生了剧烈的影响 到什么程度来 据说一个帖子在网上的点击量 一天就达到了2.8万次 要知道除了过年的时候 周宁县的常住人口 也就10万人左右 2.8万次的点击量 相当于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当地人 都关注了这件事 几乎都知道 因为我们周宁的圈子特别小 当时这件事情 大家在朋友圈发 其实引起了一个轰动的 这个场面的 当时大家一方面很同情 小涛的遭遇 还三岁的孩子 莫名其妙的受这么重的伤 让人太心疼了 尤其是看到他的家庭情况 这么特殊 更是激起了大家的 强烈的同情心 所以事发之后呢 有很多好信任 就自发的到医院去看 给他捐款捐物 同情小涛的同时 还有很多网友呢 对警方提出了质疑 小涛伤成这样 如果是车祸的话 怎么可能会迟迟找不到 非常多人质疑警察 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就要就是了之了 就是不会有再接下来的结果了 但是对警察 其实不抱什么希望 软石湖是周宁县交警大队的大队长 那几天看着网上 铺垫盖地的评论 他感觉到字字句句 都压着他喘不过气的 说实在的 想看一下 但是不敢看 因为这个里面讲了 对我们这交警 因为自己的声音是比较多了 是交警警控部这么多 一个事故会破不了吗 另外一个还讲 对我们交警在车上 这里车辆贴单啊什么的 破案不行 所以这个对我本来来说 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不想去回应这里 只要破了案件 才把这个真相找到了 也才是最好的一个恢复的声音 对于警方来讲 网友的娱乐是种压力 也是一种动力 让他们更加迫切地 想要快点找出真相 如果小涛真是被撤撞了 他们一定得救出那个招事者 之前说过 监控时间比实际少了几分钟 那说明小涛出事的时间 就得往后推 应该是下午2点27分前后 他们马上按照这个时间 重新进行了排查 终于有了个重大发现 就在事发前 大约一分钟的时候 有一辆公交车经过了事发地 它是嫌疑车辆吗 从时间上来推断应该不是 但是它虽然不是嫌疑车辆 公交车上却有一件 可能为警方提供线索的东西 什么呀 新车记录仪 我们来看看 这辆公交车路过小涛的家 左前方是兰花种植基地 门前的那片空地 也就是小涛出事的地方 乍看上去 这段视频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方到第四边的时候 眼尖的这个阮石虎突然叫停了 阮石虎这是看到什么了 把画面不断的拉大 他们发现 在画面左侧有几辆车 其中一辆白色车子的后边 有个白色的物体 这是什么呀 乍一眼看 这物体移动不动 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可是阮石虎却怀疑 这很可能是个人 很有可能 就是小涛 大家愿意看一下 我会关一下 看到这次不冷 若是冷的话 那会动 大家看一下它会不会动 好像有关下来 看见没有 是不是 其实站着 好像自己弯了一下 好像是有动 但是看不是非常明显 是啊 虽然行车记录仪似乎拍到了什么关键线索 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 画面又很模糊 的确很难判断 这个白色物体是不是小涛 那这个白色物体到底是什么 小涛到底是怎么出的事呢 刚才我们说到通过反复的观察 在一辆公交车的行车记录仪当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灰洞的物体 好像是个人 经过反复研判 阮事胡他们认为 那应该就是小涛 没错了 当时呢 他正在那玩耍 而公交车拍下这个画面的时间 距离小涛出事的时间 仅相隔不到半分钟 所以警方推测 小涛身后的那几辆车 嫌疑很大 尤其是一辆白色的汽车 这个应该在车的后面 对 在白色车的后面 血迹当时也是在这里 对 没错 是的 警方怀疑小涛的伤 还是因为车祸所致 有车子撞了他 最后 在之前小涛家对面的摄像头画面当中 警方也发现了这辆车 在事发时间段开过的影像 我们现在给大浪的产色 意思是说 刚才就这个白色的SQ 把它抓了 抓了出来就想一说会哭 哭了又 这奶奶听清的声音 马上跑的 跑车这车也刚好出来 所以有一个会面 这辆白色车的行车轨迹 与事发时间高度吻合 事不一时 警方马上展开调查 通过车牌信息 他们查到 这辆车的车主姓邱 事发之后 他先后去了福州和宁德等地 目前车就停在宁德一家酒店的 这个地下停车场里头 警方马上就赶了过去 并且巧妙地让他主动陷了身 当他一来 警方就表明了身份 那那名男子是什么反应 当时他就很紧张 心虚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 警察决定把他带回去询问一下 可是起初呢 这个邱某怎么都不承认 我跟你讲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刚才 应该有人清楚 我们现在是掌握了很多的证据 你不要去报任何侥幸心 直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有个好消息传来了 我吃完午饭到一点钟 我明天跟我说 承认了 哇 我一下子整个人舒适的 整个心一下子翻下来了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行为男的 终于把这案子破了 肇事者找到了 大快人心 接下来有人可能要说了 那就是赔偿问题了吧 小涛伤得那么重 这邱某肇事逃逸 刚开始还死不认罪 接下来让他赔偿 肯定没那么痛快 少不了又得打两场关子吧 你要是这么想就错了 今天我们这事还真不一样 不信我们可以来看多画面 这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大家估计有点疑惑了 这个到小涛家里来 和小涛奶奶亲切交谈 老人还一个劲的 让小涛叫叔叔的人是谁 告诉大家吧 不是别人 正是肇事者邱某 这情景和我们以往 看到的案例有点不同 邱某是怎么得到 受害家庭原谅的呢 还得到了这么热情的接待 首先我们得说回到 事发的那天 邱某为什么会找到小涛 说起这个 事后邱某非常后悔 他说当时他真不是有意的 那天他也是去兰花 种植基地办事的 都怪他离开的时候太着急了 上车的时候 我没有去观察四周 车一启动完 我就直接到车了 我车是有颠簸了一下 但我不确定是碰到什么东西 竟然就有一个负面的 一直在家里脑海里面讲 好啊好啊 最后当警察找到他 因为害怕 邱某还是不敢承认 直到警方把小涛 受伤后的照片给他看 他这心才揪了起来 可是邱某属于肇事逃逸 保险公司不会赔偿的 意味着所有的赔偿 都得他自个儿掏 可是邱某家也不富裕 年轻人没什么急需 最后呢 他还是问自个儿的老板 预知了五万块钱 给小涛看命 连邱某自个儿都没想到 小涛的家人并没有为难他 接受了五万块钱的赔偿 并没有过多的追究他的责任 随后警方对邱某做出了处罚 行政拘留十天 罚款两千块 我也在想如果是我孩子 如果是我孩子 那出一些过去不一样 因为 话说是我 肯定没有这种情况处罚 相比自个儿逃逸的行为 小涛家人的宽容 让邱某更加觉得惭愧和内疚 所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在小涛出院之后 他也经常会去探望小涛 双方不仅没有彼此敌视 反而渐渐的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缘分 互相关照 不得不说 事情能有这样的结局 的确让人想不到 对公众来讲 也是倍感欣慰 事实上 找到肇事者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就在公共平台上 发布了案情通告 看到案件中有了结果 肇事者赔偿又这么积极 网友们也都改变了之前的看法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就觉得 原来我们是误解他们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做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速度也很快 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吗 警方确实不容易 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最后通过一点蛛丝马迹 把肇事者找了出来 而肇事者一方积极赔偿 小涛一家宽容谅解 当地老百姓对这件事积极关注 捐款捐物 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大家不知道 周宁自古就是个民风淳朴的地方 据说周宁当地有个鲤鱼溪 是从山里流出来的一条清水小溪 小溪穿过周宁 鱼就生活在人的家门口 但是从来没人捕来吃 甚至连鲤鱼溪还专门修了鱼种 用来葬掉死去的鱼 这种充满善意的民风代代相传 善可以生利利可以责民 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好 各位观众再见